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大陸四大銀行 工行、建行、農行、中行的下崗職工 12月10號 世界人權日當天 發起六省聯動維權活動 湖北、湖南、山東、黑龍江、陝西 內蒙的維權人士分別到各自的省社報中心維權抗議 早前在新疆被抓的旅美攝影師盧廣 已經被證實遭喀什警方正式逮捕 她的妻子徐曉麗 12月12號 在推特發布消息說 家屬日前接到了喀什警方的電話通知 徐曉麗透露 律師沒有獲准會見 與盧管一起被抓的友人還沒有消息 12月11號 內蒙各蒙市的600多名民辦代客、幼兒園教師 集體到自治區政府上訪 要求落實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 並給下崗的優秀教師恢復崗位 補償經濟損失 成都基督教秋雨教會12月9號起 連續幾天遭到當地警方清洗 超過100名教徒被抓 到12號 其中4人被確認已經遭到刑事拘留 另外還有4人與外界失聯 處於被強迫失蹤狀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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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